请 先生 多保重 有劳大夫了 先生 请 这是药方 随我去抓药 好 先生 侠客兄病情如何呀 徐侠客先生双足俱飞 已病入膏肓 我只能进人世 剩下的 听天命吧 好 季先生 父亲一直盼着您来 齐儿 你是长子 要见强行 来 公元1641年 明朝崇祯十四年 也是徐侠客生命的最后一名 这位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 一生踏遍滑下 高山大川 但晚年 却患上了严重的足迹 双脚俱飞 然而此时的他 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身体 而是自己的游记 尚未成疏 他把书稿托付给自己多年的好友 季孟良之后 于当年三月 在家中 离开人世 先生教诲的事 我随大夫去抓药 好 去吧 来 来人 来人 夏可修 孙明兄 你真 让你见笑了 你说我这双脚啊 踏遍午夜游历九州 溯源长江 现在居然近在咫尺的书稿 都捡不起来 你说 我该怎么把这些书稿 整理成书啊 我帮你 我帮你整理 君子爷 司马难追 来 起来 好 先生 慢点 先生 稍等 来 谢谢 敢问这位是 晚辈萨贝宁 见过侠客先生 慧明先生 谢慧 谢慧 对 我是来自三百多年之后的一个读书人 读了先生的游记 特来拜访 你说你 读过我这些书稿 不是书稿 是您的游记 您的这部游记 是由慧明先生 是由慧明先生整理编撰而成 在后世又几经修订 书名为 《徐侠客游记》 三百多年后 在我生活的那个时代 被列为典籍 您的这部书 在后世被称为中国古代地学百科全书 也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之作 你真的是从三百年以后来的 先生若是不幸 您可以看看这个 我特地从三百多年之后 给您带来 这是何物 这是我们后世读书的一种方式 叫电子书 华夏数千年文明 流传下来的那些汗牛冲动 浩如烟海的典籍 都能放在这里 就这小小的一页 您可以这样翻译 您看 您现在看的这是电子版 您现在看的这是电子版 后世所知 最早的成书版本 是由慧明先生亲自手书的 有劳慧明兄了 还有谢谢撒军 你让我们看到这些哪里 夏克熊啊 放心 整理这些书稿 就是我 季孟良下半生 最重要的事情 好 你先与撒军相谈 我去去我的书相谈 好 好 好 慧明先生亲口 好 好 坐 谢谢先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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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失去双腿 虽不远千里 我还是回到了老家江营 为的就是 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 现在我知道 我的生命 要去何方 我就放心了 放心啦 没事 没事 书稿 没事 这个不怕水 先生曾经探寻长江正园 这一状句 在后世传为佳话 正如先生所说 故不探江园 不知其大于何 不与何相提而论 不知其园之园 这是我在 《夙江济园》里写的 先生还曾经说过 丈夫当朝碧海 而暮仓无 您的这番气概 在后世 让无数人钦佩 是啊 华夏山水 养育了我们 一代又一代的黎民 正所谓 高山如富 江河如亩 你们怎能 我们 我们怎能不由衷地热爱 我们 只能不由衷地热爱 感谢观看